秀林乡111年度社区全民联合运动大会 17号是在乡立运动场热闹的举办 县长徐真卫应邀出席活动 期望借由联合运动会来凝聚乡亲们的向心力 互相交流切磋 并且鼓励乡亲养成运动的好习惯 让生活可以更健康 秀林乡111年度社区全民联合运动大会 17号在秀林乡立运动场热闹举行 秀林乡我们会相当感谢秀林乡体育会和裁判们的支持 共同来提倡运动赛事 借由选手们和主人们的参与来发掘项内的选手 今天所有所有运动会参与的人数 一共有434人 一共有40个项目 今天感谢我们华林县体育会 三志坚所带领的裁判长裁判员 以及主任委员以及助理裁判 一共44人 以及我们李彦德秀林乡体育会 李彦德理事长所带领的 体育会的工作团队 以及我们秀林乡公所的工作团队 带领了106位的工作人员 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一共是205位 我们是不是用掌声热烈 谢谢他们这几个月的筹备 既然许中的抵达之后 立即收到乡亲们热热欢迎 同时也足以贴心问候 更应邀赞志们合影流念 场面相当热热 而参与的规避报告 委员会主委一将 巴洛尔 地委普康奇 高金素美 显影田一新 西洛林乡名代表会主席赖俊杰 前总统发言人格拉斯等人 一同出席为赛事巡舍们加油打气 花莲县9月1号获得的 全国健康城市大调查 第一名非六都的第一名 大家要不要掌声一下 掌声 尤其是花莲县在全国的运动评比里面 无论是我们在109年半的全民运 或者是今年111年半的全中运 在田径的项目 都是花莲得金的大项目 所以我们的子弟 无论是我们大陆股 或者是我们班萨 或者是我们布农 以及六大族群的运动员 都能够拿到我们的金奖 比方说我们的举重 我们的牵球 我们的划船 以及我们的田径 都非常非常厉害 而许文向带动 相恋运动风气 养成运动习惯 特别举行社区全民联合运动大会 让喜爱运动乡亲 都能够享受赛事的过程之乐 纪念度赛事 包括有路跑 拔河赛 跳高 跳远 竞赛等等 相信在热血赛事当中 争贯较劲 现场加油声不断 竞赛 激烈有趣 记得喜欢学习老老